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天下第一台的扑姑鸟 那今天录音时间是2022年的8月8日 也是东京奥运闭幕后的一年整 同时也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的一个月整 那在这样的日子我想要重新上架这一集 我跟林思想的阿图在2021年的8月21号 录音完成的最坎坷的东京奥运 那这个企划就是有分上下集 但是下集因为各种原因所以一直没剪出来 我就是想趁在这一个那么值得纪念的日子上架 一边回顾日本东京奥运闭幕一周年 同时也是纪念安倍晋三 他在总理的任内几乎算是他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政绩 那毕竟录音的时候气氛很欢乐 刚办完奥运嘛 所以可能比较戏虐一点 但总之我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回顾日本东京奥运 也缅怀台湾永远的好朋友安倍晋三先生 以及上架我一直没剪出来的下一集 终于剪好了 好在这边就先谢谢大家的聆听 希望大家聆听到最后 谢谢 欢迎回到天下第一台 我是扑哭鸟 又非常久没有更新了 所以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近况 那前阵子因为work from home 那我就一边照顾小孩一边工作 乍看之下好像陪小孩的时间变多了 但事实上那个陪伴的品质是很差的 因为我要一边工作 然后一边陪小孩 所以我的工作效率不可能太好 导致我深夜跟清晨都还要工作 才跟得上我应该要有精度 又因为一边工作 然后睡的又很少 所以照顾小孩的状况就会没那么好 所以前阵子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我要离开我平日的工作 所以我现在就是打算专心带小孩 跟专心的经营这个天下第一台的Podcast节目 对那之前我可能是一个月出一集 那就希望接下来可以一周出一集到两集 因为我觉得人生不能重来 我希望把我决定把两件我最有热情的事情做好 那一件就是照顾小孩 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 然后接着呢 就是把我很有热情的这个Podcast节目做好 再不好意思 前阵子我就是一直没有更新节目 因为我要离开我的工作了 所以我打算把我的工作做个漂亮的首尾 所以我花了更多时间在工作上 那现在就是正式跟大家讲说 我现在可能要从软体工程师变成Podcaster 那就请大家多多指教 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咯 那我们这集其实很特别 我第一次采取了远端录音的工作 然后我们这一集是第一次天下第一台有来宾 然后让我们钻... 哎 好像太多了 我来我来 我太坏了 好 你自己出来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临时想诸事会社的阿图 哎 很荣幸这一集 哇 我刚听那个偶像前面 讲那个他 最有热情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竟然是生儿育女这件事情 我快累都快掉下来了 我觉得真的太感动了 对啊 因为很少有人会像 偶像把生儿育女这件事看得这么重要 然后进而去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 哇 佩服佩服 不亏是我偶像 因为小孩的 好像你不想理我是不是 我在感动 因为就是小孩的成长真的不能重来 对 所以我觉得陪伴真的要够有品质啊 对 我刚刚其实没讲就是 我因为可能睡眠品质比较少 所以反而会对孩子比较凶 对 然后因为孩子也更大了一点了 现在他大的四岁了 对小胡妹妹四岁 就会对他有更多的要求 但其实重点还是应该要更有耐心的陪他度过那一段 他一定会任性的时期 这样才是比较好的对待孩子的方式 这段真的太感人了 还是我们今天节目就停在这边就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好了 就是大家如果听到我的声音 其实你们应该会觉得很意外 因为像是天下第一台这么优质的节目 怎么会想要来邀请我们临时讲诸事会社来上偶像节目 而且我刚才知道原来这是偶像要复根后的第一集 哇我深感荣幸没想到第一集就由我来糟蹋你 你值得你值得 我值得这样子被你糟蹋 来糟蹋我 来糟蹋你 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节目的调性 其实我们节目的调性就是杂谈类型 我觉得杂谈类型这个形容词蛮好的 就是我们什么都聊 然后我们也不忌讳 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开黄枪 但是我今天不会开 今天不会 我今天要符合那个天下第一台的调性 我们今天走一个知识性的频道 就是满18岁在过去听临时讲诸事会社 但是我们节目的标签是儿童事宜 对你们是不是该勾一下 有个勾勾要打开 第一开头的那个 我们想我们家的那个编辑应该是忘记了 但我觉得无所谓 将错就错吧 对了 我不习惯叫那个不古鸟叫不古鸟 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天下第一台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节目 感谢感谢 然后这次偶像找我们做这个合作的时候 我也说好好好 我一定要去称一下你的流量 因为我没有流量 没关系啦 我说有就有 跟我们比起来谁都有流量 因为我很喜欢天下第一台做节目的方式 跟不管了他们的叙事的过程 然后我就会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啦 跟观点 那正好我觉得这个观点也都是我平常比较少接触到的 所以我就会很专心的听我偶像每一集的节目 哇 没想到今天终于可以在自己喜欢的节目上面听到自己的声音 那真的太开心了 感谢感谢 而且我们之后还有机会会有一起办那个实体见面会 啊对对对 对对对 有酒有肉有朋友 好 你把他介绍一下 有酒有肉有朋友呢 他是一个 你知道我如果要形容有酒有肉有朋友 我会把他形容成像东京奥运这样的顺惠 哎呦 哎呦 为什么呢 因为一样也是从2020延到2021 我们应该也会从2021延到2022哦 会吗会延这么久 照这个局势看来 原本应该是在今年5月都要办的 哇 结果刚好疫情爆发 没办法 所以我们应该会就是虚顺言啦 啊 不过应该我看叶尔雄好像慢慢有想要复办的意思 应该等疫情都去非常稳定的状况下 应该就会办 我猜啦 我猜啦 我猜 我猜应该会跟东京奥运一样 哈哈哈哈 我感谢 好谢谢阿吐 我们欢迎阿吐 所以我 所以我要离开了吗 我要离开了吗 这个声音怎么有点像我要离开了 我现在 不要还没还没 我还没蹭够 没有没有是在欢迎你 好欢迎我 到时候会配个罐头音效之类的 哦对 我很喜欢我叫罐头音效 啊真的吗 对 我应该是少数喜欢听罐头音效 在Podcast节目上的人 但因为我觉得下的时间很重要 啊哈 有些人的罐头音效是 我觉得很尬的 就是有点硬价 但是天下第一台不会 真的 我各种花式吹捧 希望下一集还有我的画面 哈哈哈哈 好感谢阿吐 感谢阿吐的支持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进入我们的主题吧 好 进入主题 因为这次的主题我准备非常多内容 不知道会录到几点 好可怕 好可怕 时间是凌晨 12点23分 好我们看会录到几点 那这次的主题非常特别 就是最近超级爆热的话题 东京奥运 我这时候是不是要做什么音效 哇 我提醒你一下 现在是8月21号 东京奥运的8月8号结束了 对我们在东京奥运开幕 将近一个月后才开始做这个题目 很好 永远不嫌晚 温馨提醒 抱歉 天下第一台因为疫情影响 所以要照顾小孩 才又抵累了 在10月1日 这一天终于播云见日了 请各位继续听下去 好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那一开始我要请阿吐猜一猜 因为其实奥运会有个很特别的惯例 就是奥委会主席在闭幕式的时候 会给这次的奥运一个评价 那比方说2004年雅典奥运的闭幕式 奥委会主委的评价就是 难忘的梦想般的奥运会 那08年北京奥运是 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等一下 好像我觉得奥委会主席不太OK 12年的伦敦奥运是 开心而光荣的 然后16年的礼约奥运是 这是一个非凡城市举办的非凡运动会 所以要我猜今年的东京奥运 对对对 如果要我讲的话 我就会讲 应该是健康无比的奥运会 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今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从2020年到了2021 所以其实健康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 做了很多层层把关的动作 对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奥运会参加的选手 都是无与伦比的健康 好 这次东京奥运的评价是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运动会 哇 亏他想得出这样子的题目啊 因为确实是前所未有 那为什么前所未有呢 就是因为这次有非常非常多的第一次 奥运会的第一次 对 那你觉得有什么第一次 愿闻其想 我觉得有一个第一次一定是 第一个延期举办的奥运会 没错没错 是不是 是是是 我就说我是知识性的频道 我好像在参加那个百万小学台 没错 我就一直考 然后我们来猜题目 对对 准备好了 那还有什么第一次吗 你想一下 不如你说说吧 好 你知道东京奥运的全名是什么吗 东京奥运的全名吗 对 不就是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吗 没错 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夏季 对 夏季 它全名其实叫做第32届 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哦 讲到这个我就要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 怎么 就是你知道东京奥运的简写叫 东奥 东奥 对 东奥 是 我们家的雀鞭 大家欢迎去我们家听节目 我们家的雀鞭有一天很认真的问我 说 你们知道 东奥 是东京奥运 不是冬季奥运吗 哇 我当场吓了一大跳 原来这么无知的人存在这个世界上 雀鞭 有什么叫回应吗 好像答应我 这段要放进去 好 跟大家讲 搞不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 奥林匹克运动会 有分夏季跟冬季 对冬季就是比一些类似滑雪的项目 所以他就必须要在冬天版 这次是夏季运动会 通常我们讲奥运都会直接指夏季运动会 对 因为奥运是比较盛大的吧 夏季的话 夏季是比较盛大的 就项目比较多 然后所以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多 那有32届表示之前有31届曾经办过的奥运会 对的 等一下我们谈到了很多第一就是之前31届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好 愿文奇想啊 好 我们先讲一些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比如说这次就是最高科技的奥运 最高科技的 这个我知道 对 他们这次用了很多机器人在奥运会里面 对 没错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 像这次转播画面就是8K的高画质画面 8K高画质 也是首次采用VR跟AR的观赛模式 像是他们有一些比赛就提供5G的网路连线 提供VR的观赛服务 还有AI人工智慧 比如说你会看到机器人投三分球 所以是三分比赛 就是可能比赛中间的表演节目 我想讲到这个 我想过他们日本曾经有做过一个综艺节目 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们是请了Steven Curry去日本 然后跟三分球机器人做比赛 然后呢 然后就是三分机器人非常准 几乎不会弄 没事我们继续吧 好 然后还有他们的接驳车是自动驾驶的电动车 哇 酷吧 是特斯拉吗 不是特斯拉 是日本国产的Toyota 应该是电动巴士吧 对 然后像他们游泳的时候 因为本来有开放观众入场 然后所以他们就有配那个观众可以戴上一个眼镜 然后这个眼镜是你看到那个选手旁边就会出现那个选手的介绍 哦 对对对 这个有点厉害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在看那个七龙珠的那个战斗力眼镜 对对对 这个有点厉害 对 至少他官方宣传是这样的 偶像你讲到一个盲点了 他们今年又没观众 对 他讲怎么讲就怎么讲啊 他在确定没有观众之前 他就这样说了 那但是因为现在没办法证实 所以也不知道 对啊 不知道效果到底如何 我怎么说也可以 我也可以说我坐在游泳池里 我只要戴上那个眼镜 就有点像是跟选手一起前进的感觉 对啊 这就是VR的效果 然后刚刚说是AR的状况 对 好 那接着第二个 这次是最环保的奥运 哦 最环保的奥运 对对对 美界奥运理论上有比前一次奥运再环保一点点嘛 对 然后像这次传递圣火的火炬 就是用311大地震的时候 他们又搭建很多临时的组合屋 然后用那些组合屋的铝制成的火炬 哇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他的那个火炬啊 是用那个311大地震后他们那些组合屋的铝做成的 对对对对 那他火炬这么小一把 嗯嗯嗯嗯 那其他的铝去哪里了 哈哈哈哈 没有 他有很多把火炬啊 因为他们每隔200公尺来多少公尺就要传递给下一个人 那下一个人会拿拿他的火炬去接火 哦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吧 对对对对对对 他不是接力棒的概念 他不是接力棒 对对他不是接力棒 天啊 上课了上课了 我一直以为他像接力棒一样 哦不是哦 哎我看到的画面不是 温馨提醒真的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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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抱歉抱歉抱歉 我以为是只有在进会场的那时候会一人拿一支 所以他们在我以为他们在绕日本的各个县市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人要传给第一个人 哦所以不是是这样子点 对好 然后他的像他选手村广场啊 他是用环保的木材剪子 对对对 他甚至上面都有写说 哎这个木材是来自哪个地方 嗯 最后他会再还回去那个地方 就是做下一次 我记得他们会写上标书之后 这个木材来自于哪个县市 对对对 哪个县市来的 然后他们结束他们拆掉的时候 他们会还回去 嗯没错 哇阿托好强啊 这个真的很棒耶 我想 嗯 这个对于一个绿色盟的人来说 是不是一个最屌的事情 不错不错 其实 就环保的概念 我相信大家都有了 那只是 当你付诸实行的时候 像是用 抱怨这么大的身会 然后你 用这样子的措施 然后来宣传环保的概念 而且证明说 这个环保是做得到的 它不是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理念很改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会把环保放在嘴巴上面 对 但是实际上都没办法做得很 怎么讲 彻底 对啊 尤其是在这么多人 然后这么盛大的举行 又是一个国际的盛会的时候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很重要 包括他们那个直板床 对对对对对 他们的床是瓦韧子做的 而且他们的床区可以承载200公斤 嗯 意思是我跟郭胖上去都可以 对啊 可以上去跳跳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上去跳跳看 因为有很多奥运选手就拍他们跳那个床的画面 嗯 没有垮没有垮这样 想一想说是不是骗人的 其实不是直做的 哦他他应该是直做的吧 他没有骗人吧 应该是啦 我想说这个也可以骗人不行吧 吓了我一跳 然后还有他们奖牌 他们奖牌材料是回收手机制成的 回收大家不用的手机 所以金牌也是 对金牌也是 只是他们的金牌其实是银牌 外面镀一层金 嗯 对所以我记得影片没有很贵 对不对 不值钱 还好还好 哇所以他们这一次做环环这么彻底 对啊 而且是蛮早就开始回收大家的手机了 因为回收大家的手机需要时间 对 然后从里面提炼出来金银筒 去制奖牌 哇这这真的很有棒的一个概念 对所以其实这次官方有不建议大家咬奖牌 因为 哦为什么 因为他是就手机回收提炼出来 所以其实有一点重金属残留 可能啊 可能有重金属残留 等一下 我想这个日本人太怪了吧 所以他放的奖牌是有毒 不是啊 就是你不要拿去咬啊 正常 不是因为奥运拳手我知道他们会想要咬奖牌 是因为筋比较软啊 他们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是 所以 他们为了环保 想要堵死我们的奥运拳手 这件事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没有你就不要咬 奖牌 都会用当时最新的科技 以及最环保的方式 去继续办下一阶段奥运 好那接着就是我们重头戏了 重头戏来了是不是 然后就是 它是第一个延期举办的奥运 延期举办的奥运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 比较历史性质的节目 所以我先稍稍的讲一下奥运的历史 你知道古代奥运会 是什么时候开始举办的吗 1694年 1694年 是吗 我随便猜的数字 我想说你是凭借什么 我随便猜的数字好像 古代奥运会 古代奥运会是在哪里举办 希腊不是吗 希腊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古代奥运会是在 我们所谓的古希腊时期 它就是在雅典啊 斯巴达那个时期 然后所以 其实目前的考据 它是在西元前 776年到西元394年 西元前啊 对 然后这个运动会持续的 1170年 哇 好像你有看神力女超人吗 我没有耶 神力女超人前面有一半 他们就是这个 女超人 有点像是在做运动会一样 然后在丢标枪啊 骑马术 看谁是第一个到达终点 我以为 这个就是奥运 我记得他们 神力女超人的设定 是不是就是从希腊来的 应该是 温馨提醒神力女超人 是希腊神话中 亚马逊人的战士公主 对 然后因为刚刚讲那个数字 其实有点难理解 西元前776年 对 我通常都会对应到 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时间点 然后它其实 西元前776年 大概就是对应到 中国 风火系诸侯 那段时间 哦 风火系诸侯 周幽王 风火系诸侯 那个时候 哇 好像我觉得 我觉得你还是讲 西元前比较好 因为其实我 中国历史 是什么时间 我只知道清朝末年 在接下来是民国而已 我已经忘记什么 汉啊 唐啊 是什么时候了 好 没关系 那魏晋南北朝你熟吧 不熟 三国啊 三国我熟 三国就是魏啊 对啊 就是魏后来被司马家给创魏 对对对 所以就是后来司马家就创了晋朝 所以西元394年大概就是晋朝后来的东晋 被那个福间所灭的那段事 哇 好像这个我真的没听过 我回去了来看一下 因为我没有想过晋朝是司马家创立的 真的吗 就是 真的我完全忘记这件事了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对对对 对我有听过这句话 对对对 你看 但我没有想到他跟历史有这么大的渊源 你有看那个火凤 有我有看火凤 那就是司马懿啊 对啊 但我看火凤看到一半就气了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太长了 好烦 我是也没有继续 好我们继续 那他当时古代欧运会就是 因为当时的希腊城邦之间就是一直打来打去 当时雅典看不起斯巴达 然后斯巴达看不爽雅典这样 所以他们就太常打架 然后那时候就有人提倡就是 我们举办一个运动会 然后在举办运动会的时候 战争必须要暂停 然后各城邦派人去奥林匹亚这个地方参加奥运会 所以那个是第一次的奥运会的起源 对对对 在西元前776年的时候 所以不是1694年吗 然后他们也就是说战争停止 然后我们改在奥运场上来分高下 那我们就再讲到第一届的现代奥运 因为当时是古代奥运 古代奥运会后来是被那个罗马帝国给废止 因为罗马帝国后来变成一神教 就是基督教信仰 就后来我们这边叫天主教 但是古代奥运会 它其实是一个仇神的活动 就是仇希腊那些古神 像宙士等等的神 我觉得仇神这个概念 对我来说是不是有点像是 你去世面佛还愿 然后要买那个舞者 跳给世面佛看的概念 要买舞者 对啊 这是跳舞的 因为他们说世面佛是一个比较喜欢 看舞蹈 就喜欢看舞蹈的神 然后他们说世面佛也喜欢鲜花 所以你就要奉献鲜花 就是比较虚花 它就是一个比较虚华无死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去买舞者 然后跳舞给神看 原来是这样 上课了 上课了 R2也是知识型的Podcast 对知识性 那第一届仙道奥运呢 是在1896年的时候诞生 1896年你有概念吗 1896年完全没概念 1896年对应到台湾的时期的话 是日治的第二年 对 1895年是一味战争 就是那个台湾民主国那一年 因为如果有看扑姑娘影片的话 就是其实我有 我没看不好意思 我有提到那个 就是在日治时期 其实台湾就有派人去参加奥运会 当时是 就是用日本国的名义去参加 对对对 但其实是 就是里面有台湾人去参加 温馨提醒 可以搜寻扑姑娘YouTube频道的 中华台北的前世今生 但是他们是跟日本一起参加 还是只有单单台湾人 用日本国的名义去参加 然后日本再用日本国名义去参加 就是 是分开的吗 只有一队是日本队 然后里面 因为台湾当时是日本的领土 对 所以自然而然台湾人 其实就是日本人 就是日本国名 对对对 所以就是 当然是加入日本队的状况去参加 当时是这样 不是像现在就是中国香港 对对对 中国啊 中国香港也是有一段故事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 但是现代欧运一路过来呢 其实也不是太顺利 中间其实有三次取消 取消的原因分别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取消的第六届柏林奥运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取消的第十二届东京奥运 跟第十三届的伦敦奥运 哦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 取消了两次 对对 取消了两届奥运 打太久了 打太久了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以上 中国就打八年啊 对啊 七七卢沟桥到八年抗战 温馨提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开始 总共时长六年又一天 不过中国对日抗战 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开始算起 时长八年两个月又两天 哇我真的是上了一个历史课 可是我觉得偶像这件事很奇怪 因为对于希腊的当时对于奥运的定义 有点像是为了合乎 对对对没错 然后而做的这样的东西 对 但是到了现代以后 其实好像有点被扭曲了这样的意思 有点遗憾啊 也算讽刺啊 就是现在是因为战争而取消奥运 而不是因为奥运而取消战争 对 哇感动 你讲这句话我感动 真的 但是后来其实因为这两次大战是真的太大了 但其实后来真的有战争因为奥运而停止 可能没有到完全的停战 但是至少那段期间就没有打仗 所以后来还是有起到一些些的作用 对 然后像在1993年 其实联合国就通过一个决议 就是呼吁会员国在奥运的开幕前七天 到闭幕后七天 要遵守这个奥林匹克休战的协议这样 所以塔利班最近才开始打 也不知道塔利班有没有要 也不知道是在联合国里面 是没有 温馨提醒在东京奥运比赛期间 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军之间的攻击没有断过 然后刚刚提到的城市 其实后来都有重新升版 所以其实像东京在1964年就举办了第18届的东京奥运 我终于知道我的1694年怎么来的啊 我一直记着这个神秘的数字 原来是1964年 1964年 那表示你还是有一些概念在 是啊是啊 你一定在哪里看到这个1964年 嗯 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我当初在找那个奥运圣火 该怎么传递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那一年的东京奥运的时候 他们其实圣火没有被熄灭 因为在每一个闭幕室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圣火给熄灭掉 然后他们据说当地是有人 把这个火苗带回家 然后保存了好像二三十年 日本的 我在查 我在查东京奥运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小故事 偷藏圣火 对偷藏圣火的故事 就是其实圣火没有被熄灭 我听到这个故事 这个人太疯了吧 他家是多缺油啊 而且他一直烧耶 他一直烧 因为他们圣火是不能洗的 就是他家自己的圣火 他是把火弄回去 还把油投回去 还是都投回去 他是把火 他是好像是拿一个像是 圣火灯的东西 就是来保存圣火 然后就带回去这样 然后放了二十几点 也算是 炒侠 但熄掉了 熄掉了 这算是收藏的一种 我的天 如果摆到今天 其实很值钱 算是偷来的 那我就会开始做一件事情 我现在就在我家 开始卖圣火灯 我去北京奥运偷来的 我放了十三年 好像不错 是个商机 我看到了未来 临时想注释 会设未来的衍生商品 好像不要乱下标题 我怕被骂 没有打算出 好 然后继续 然后对 所以东京因此也是亚洲第一个 这是一个亚洲第一 亚洲第一个举办的两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城市 这次你有看开幕式吗 有 开幕式你印象最深刻是哪一段 超级变变变 没错 身为一个台湾人 你不可能不熟悉这一段 对啊 真的非常感动啊 眼泪都快流出来的表演 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是 就是一开始我不知道他要干嘛 然后后来我看到他在定格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 哇 该不会这个是超级变变变吧 然后我就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哇 好多那个以前的回忆涌向心头的感 真的 那偶像你知道他中间有蜡牌吗 有啊 羽球啊 对羽球 我最爱的羽球他给我蜡 还好 也是一个就是经典 我觉得应该说就是因为是现场 所以你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对啊 也才更有价值 这次的超级变变变 他其实就是纪念 1964年 他们第一次举办奥运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第一次把每个运动项目图像化 哦 就是用一个像型的icon 嗯 把这个运动项目给定下来 然后所以这次超级变变变 就是在纪念那一段历史 嗯 那我们继续 这一次是延期嘛 因为其实取消之前打仗的时候取消也很合理嘛 就是在打仗的时候 很合理吗 你根本没有心思去准备 就是应该是这种时候战争带来的消耗跟负债 远远大于那个举办奥运嘛 对 所以其实当年他们直接取消就取消了 但是这次是延期 延期其实比取消痛苦很多 对 因为你原来的编制都还要在 然后要延一年 然后你的志工要重新招募 然后你的选手村盖完 本来只要很快的就可以消耗掉了 嗯 选手村接下来可能会拆掉 或者马上做其他用途 但这次延了一年 表示你的选手村要再maintain一年 我觉得维持的成本一定是最高的 对对对 就是真的会多花了很多钱 这次其实也是奥运第一届 不办再四年一次循环的这个里面 对 所以才会导致了2021年举办2020年的奥运 嗯 但是马上就会效忠回归 对没错 在下一次的巴黎奥运 对 就会是在2024年举办 它其实是有个典故的 就是古希腊他们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 他们渐渐的就用这个奥运的四年这个会期当作纪年的单位 所以两届奥运会之间的时间就叫做一个奥林匹亚 这是一个年的单位 对对对对 所以它会变成2020的奥林匹亚这段期间举办的运动会都叫2020奥林匹克这样 其实奥林匹克宪章有特别讲到夏季奥运会应该要在奥运周期 奥运周期就是一个奥林匹亚的第一年举办 所以这次也是第一次打破这个原则 嗯 没错 这就是第一个延期举办的奥运 哇 独奖拍手 太好了 好 接着我要讲的是 它是第一个没有观众的奥运 嗯 所以它其实也是最安静的奥运 哦 我讲最安静的奥运就会比较有感触 嗯哼 因为其实往年你会听到很多现场的加油声啊 或者是 嗯哼没错 你有那种观众的起伏啊 会随着运动表现 对那今年好像就是会听到比较少的声音 对啊 所以那个中国选手在骂脏话的时候听得特别清楚 没错 但其实他们这次其实有 他们会在观众席那边放一些欢呼的音效 来让运动员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但是转播的时候我们都没听到 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 没有吧 不是很确定他们是不是有 真的有这样做 那个闭幕式的时候 乔粉圣子基有提到那个 他们小学生有种花 这个花有放在观众席 就是代表观众帮运动员加油 真的是蛮环保的一个奥运 对 因为像中华职棒 我不知道我像你说的 中华职棒如果现场没有观众 他们会放什么你知道 人形立牌 人形立牌 相比之下这个格局真的差蛮多的 而且人形立牌也蛮可爱 是蛮可爱的 而且我再给你科普一个小知识 你知道Lamigo 现在不是Lamigo 是Lakuten 那个乐天桃源 对 对他们之前在疫情期间 如果你想要放人形立牌在座位上 你可以花钱买 不可思议吧 放你的人形立牌 对 帮你定制一个 对 然后放在观众席上 真是一个商机 而且不便宜 我记得好像两千还是三千 不错 蛮贵的 他之后可以带回家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在家里放个自己的人形立牌 那个时候我是没想到 如果有的话 我就应该做个 临时想出示会 这个立牌放在上面 给大家送QR Code 现在我们有开放观众了吗 现在开放了 开放观众了 对啊 你不是还有再去看 有啊 礼拜二啊 我礼拜二还是有去 支持一下 那兄弟像赢了吗 对 封王了 谢谢 真的 上半季冠军 上半季 难怪我的涂鸦墙还没有被洗板 因为七年拿了六次 的上半季冠军 所以还好 所以七年拿六次是上半季 不是 不是 因为中华职棒的冠军赛的模式 有点像是 他们会分上下半季 对对对 上半季冠军会跟下半季冠军 做个决战 就是总冠军赛 那 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 中信兄弟这支球队呢 七年内打进去六次 没有拿过冠军奖杯 好 今年没有意外是第八年 第七次 我们大家敬请期待 好 那我们继续讲没有观众的奥运 他们其实在2021年的三月就决定 就今年三月就决定不开放国外的观众 然后这一点原本就史无前例 结果他在七月八号 也就是开幕的前十五天 基本上就是最后一刻了 才宣布连日本国内的观众都不能进场 对 原因当然就是当时的疫情爆发 然后东京都单日就有896人确诊 单日896人 单日896人 而且其实不开放观众 其实运动员会很失望 因为像是有的运动员 像是澳洲网谈的坏小子 基尔乔斯 他就直接宣布退出奥运的代表队 因为没有 因为没有观众 哇 这个人很虚话 他说在观众席空无一人的状态下比赛 这不适合我 这个人真的蛮浮夸的 然后像那个乔克围棋 就是现在的网球球网 他是赛尔维亚人 赛尔维亚当然会非常希望他来出赛 但是他也说不去了 他说可能不去了 不过最后他还是去了 对而且他还有四处 就是po了很多他在选手村跟别人拍照的照片 我还记得他不是在跟人家拉筋吗 他好像在选手村挖到偶像这样的感觉 就是很多人的偶像都是他 所以都会到处跟别人拍照 但可惜他最后只拿第四名 所以他没拿到牌 他还怒摔球拍 其实这次不开放观众就造成奥运门票损失 然后这次奥运门票损失 推估就有8亿美元 光门票 8亿美元 我们要中10次热透才有 因为比赛期间场馆就没有观众 所以其实本来场馆里面就贴满了赞助商的logo 各种促销的商品 然后结果这次都没用 所以也让赞助商就是大失所望 有球场吗 还是说就是 没有啊 就是不可抗拒的因素 当攀纳 对 所以好像总共大概投了33亿日元的赞助金 在这个场馆的宣传上 然后基本上就是丢到水里 那其实重点不是门票 而是这些因为看奥运而来的这些游客 可能会带来的观光财嘛 对 然后这些观光财 其实当初就推估是18亿的美元 越来越夸张了 对 然后而且很多企业为了赚这个奥运财啊 他就可能盖旅馆啊 或者是旅馆翻新啊 然后就是想说用奥运这一波 至少赚一波进来 来好维持他接下来的营运 结果这一波就没了 我刚换算了一下 18亿大概是26吃乐透吧 所以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这些企业 蛮惨的 然后就有那个保险的经济分析师啊 他就说这次可能会让很多旅馆业破产 因为光那个旅馆的订房就取消了将近70万币 光是旅馆业的初步经济损失就是4点多亿美元 而且这是旅馆业哦 他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一些导游啊 就是日本很多旅行社 招募很多新的导游 特别是懂外文的导游 然后这些导游 导游又用不到了 那真的是 对 他们做足了准备 结果没想到还是 对对对 还是被这个疫情毁了一切 对啊 然后很多餐厅就招募懂外文的员工啊 然后制作外文的菜单等等 然后这些都放水流 对啊 就是一两家餐厅还好 你是整个东京都的餐厅都做了这样的措施 所以这次真的会让东京 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损失很多 而且没有观众还有一个 有点致命的缺点 就是本来日本是东道主 他有一些东道主的优势 对 运动员啊 如果有亲友 会是在场国人同胞的加油 常常可能会更激发他的前人 对 就像2017年台北市大运 没错 台湾就拿了很多面 我也到场加油了好几场 对 真的 对我有去看 太棒了 我那时候去看的是足球 对 足球我也有去看 真的 在那个什么体育场啊 那个什么大学 新庄 对对对啊 温馨提醒 市大运足球在四个场馆举办 其中有辅仁大学足球场和新庄运动公园里的新庄田径场 场地真的是鸟鸟的 不要这样 台湾的足球场 这样是极限了 真的不太行 而且我还要去看那个空手道 在桃园那边 对啊 是啊 我都想说 为台湾健而加油 没错没错 对啊 所以这次日本就丧失了当年我们台北市大运的一些优势 而且还有一个有点隐藏的优势 就是有一些有裁判的比赛啊 像是足球啊 体操之类的 裁判可能会因为观众的声响压力 有些许的影响 然后这些都没有了 对 那虽然日本最后还是大幅提升了奖牌数 像是他们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 他们就是所有国家排名第六 今年大要进 对 然后他们当年拿了12面金牌 那今年就是名列第三 今年总共拿了第几面金牌 27面 太跨山了吧 翻倍 两倍多 就我所知 他们今年新增了几项项目 是他们拿金牌的要点 那个滑板 他的滑板就拿了两个还是三个 我记得是两面 温馨提醒 日本在滑板项目拿了三项金牌 分别是男子接头组 女子接头组 女子公园组 然后还有棒球吗 对 棒球也有中 也有中 还有哪些 上一届里约奥运应该是没有比棒球 对 没有比棒球 棒球是今年才会有 被他们拿走了 没事 台湾还没参加呢 对 台湾因为疫情的关系 连资格赛都没去打 对 而且台湾其实当时是可以举办资格赛 对 直接放弃掉 我觉得这件事 这件事真的蛮妙的 对于一个长期支持棒球的人 我们其实都很希望 看到在自己家打资格赛 因为我们一定会到现场去加油 对 台湾的加油其实非常特别 对 跟国外的加油声都不太一样 其实台湾的加油声很有威胁性的 通常洋将来台湾都会觉得有点紧张 对 不是 就是他那个气势很强 台湾人特别的加油的方式 那其实很可惜啦 因为想说这次可以在台湾办资格赛 结果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嘛 然后那个WBC他们那边就说 干脆就是回去墨西哥办资格赛 就是把整个拉回去墨西哥举办 我那时候就满脸问好 墨西哥有比确诊后的台湾安全吗 真的 对啊 但我 我觉得尊重啊 因为球员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那不参加这个奥运 不参加这个资格赛 我觉得对于球员的职业生涯才是好的 没错这是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阿图挂保证 不要乱讲话 谁跟你挂保证 他说这是一个正确决定 观点啦 观点 然后其实当时日本政府还要喊出30面金牌 对所以其实差了一点 快了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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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敢耶 喊30 他们当年才12 对啊才12 他怎么敢 你可以说我金牌翻倍 但我没想到他是翻倍再加0.5倍 对啊 30面 最后27面 差一点点 对 不知道是不是开放观众之后 有可能会达到 应该会超过 哎呦 哎呦 对 可惜啦 这是疫情影响 好 这就是没有观众的奥运 最安静的奥运 好 那这次也是最贵的奥运 最贵的奥运 没错 其实奥运本来就一届比一届贵 如果照原规划在2020年举办的话 先不论后来的最佳预算啦 光是官方订好的 就从126亿美元涨到154亿美元 多了28亿 因为这个延期 对 主要是 多花了很多时间 再重新跟国际奥委会谈判 还有就是对抗COVID-19这个疫情 而要做的各种措施 不过就日本政府自己的审计单位的统计啊 他们实际的成本应该远高于官方的估计 就是日本的审计单位 对奥运 绝对的 对 冲康那个奥运的主办单位 对啊 所以预估应该会到250亿美元 差太多了吧 差太多了 而且本来就是有成本记录以来的奥运比赛 平均就超之172% 就是为什么会超过那么多 好像你有研究过为什么会超之这么多吗 就是通常我记得之前看到的是很多场馆 他盖 然后发现要达到奥运的标准 其实那么便宜盖不起来 就是有点像是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标准 对对对 所以就我要再加预算 然后再扩建 对对对 再做一些改进 没错没错 所以那些编预算人如果在现金的公司里面都应该要去死 都172% 但是这是平均 所以就是各界都是这样 这一定会超过那么多 然后他们最大笔的花费就是场馆的建设 就是他们盖了像是新国立竞技场 然后那个竞技场就花了14.3亿美元 然后水上运动中心就花了5.2亿美元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就指出来 其实奥运不会对这个国家的收入啊 就业啊 税收啊 旅游业带来任何积极的影响 然后他们说 其实好处比较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租场优势 他拿下了更多奖牌 还有增加了更多的国际曝光度 还有因为要举办奥运 所以他顺便可以做都市更新 这一点真的蛮好的 就是因为通常你要申请经费 来做都市更新都很难 但是他就是用这个举办奥运 这个比较大的重要的事情 然后来让经费 就是国家经费可以申请进来 对 然后还有那个国际奥委会的金援 所以他们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 国际奥委会会有金援吗 就是国际奥委会会拨钱给主办城市 让他去就是建立相关的设施 所以会有一笔钱 但不会是全部 大部分应该都还是由政府来负担 所以这次真的花了日本政府非常多钱 没关系 日本人有钱 对 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指出 对于那些有欣赏过东京奥运比赛的人 他们认为只要新冠肺炎的疫情稳定 他们就更高的意愿会前往日本 所以这些钱最后是赚的回来的 他在说什么 因为没有人参加过东京奥运 他在讲什么 他没有观众 有透过电视欣赏到东京奥运的人 可是你电视看到的就是体育场馆 我不会为了体育场馆而去一个国家 其实他们在比如说开幕式或者是闭幕式 他都会拍很多空拍图 就是让你去看看东京 或者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会给你一些日本风景照 所以可能有一些影响 不过我后面说的经济学家是日本人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没错 其实这是日本 如果你们有特别关注一些 讲日本的YouTuber的话 像郝伦 他就是专门讲日本YouTuber 这个没听过 他就提到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 对 其实这次安倍经济学就是把所有赌注都压在东京奥运上 什么 这样叫做经济学 就是赌一把 哇 就是是他要申办的 然后因为2011年311大地震 然后2012年他上任 他就想要振兴日本 因为日本刚经历一个那么大的灾难 对 所以他就决定要申办奥运 然后就让他申办成功了 对 然后他就砸了很大的钱下去 就是盖了一堆场馆那些 然后就是希望这样子促进观光 然后之后把这些失去的赚回来 微信提醒安倍经济学主要是量化宽松政策 就是贬值日币 让出口赚外国钱的公司 再把外国钱换回日币时多了更多 以此带动经济 以及透过大规模的公共投资 振兴日本国内经济活动 而其中东京奥运更是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 只是奈何碰到COVID-19 可能效果会比预期的差 那我也要发明一个叫临时想经济学 我要把这个月的所得都拿去买乐透彩 我也来赌一把 赚一把 我好像赚的会比他多 毕竟他是富的吧 但是安倍经济学目前看起来是惨培 对啊 因为现在就是 哪门子经济学啊 这个 因为主要就是COVID-19 让外国观众没有 然后连触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国内观众都没有 对对对 那最后这些资数到底能不能如前面那个 我highlight一下他的经济学家名字 叫木内登英 他说会赚回来 我们等着看 但是说真的 看看到底会不会赚回来 说实在日本的观光其实是真的非常迷人 对啊对啊 只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其实会让 呃 他有点可惜啊 对啊对啊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去日本的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这句话吧 没有人不喜欢去日本吧 对啊 我觉得很可惜 真的 嗯 那就祝福日本 希望他们真的可以赚回来 好 那刚讲了一些第一 嗯 那我接下来就要讲 这次的题目是最坎坷的奥运 东京奥运 最坎坷呢 除了刚刚提到这些 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坎坷的过程 哦 对 比如说他是一个在游行抗议下举办的奥运 啊对 其实在奥运举办期间被抗议是蛮常见的 嗯嗯嗯 其实你可以很仔细的想 就是国内主要的两个党 如果有严重的矛盾的话 通常都会想趁这个国际大型比赛的时候 或是其他大型活动的时候 做一些抗议的事情 可能叫你外围组织去抗议一下 对 您所谓的是侧异组织吧 对 大概是 对 然后让就是诉求被看到 然后就让那个执政党难堪嘛 对对对 这是一个蛮 蛮阴险的政治斗争 没错没错 但我我以为的那些奥运有点像是 我是一个特别发生的团体 然后我为了要表达我的理想 我想要透过这样的东西 然后去宣扬我的理念 我以为是这样 对对对这也有 对啊 这也有 其实都有了 嗯 对对对 然后像之前你提到的那些像G8 嗯 G8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那个国际高峰会不是吧 对对八大工业国的高峰会 对对对就很常被抗议 对很常在那个时间点抗议 对啊因为他们要吸引国际间的注目嘛 对对对对 尤其是环保议题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 就很常在那个时间就是举办一些抗议活动 像2016的里约奥运啊 当时就闹得蛮大的 在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前就3000个群众 就是上街抗议 然后还刻意阻碍交通 这样 因为其实巴西当时其实真的是 政府本来就比较贪污腐败一点 他们叫做非凡的城市嘛 对 你记得 他们真的很非凡啊 对 而且在14年他才刚办完四组 对 然后16年又接着举办欧运 所以整个巴西就欠了一屁股债 对啊 所以其实就政府很大的花费 就花在举办这些活动上 对但是他们国内又不是太有钱 对他们的贫富差距我记得非常非常大 对啊对啊 所以就会真的会造成很多 嗯 民怨啊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很近的例子 就刚刚提到的台北士大运 啊台北士大运 2017年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当时同时在进行一下改革 你和那些反年改团体 对 就是当时是联金改革 对 然后当时就有一些军公教的反年改团体 对阻碍了运动员的进场 所以有记得的话当年是运动员进场的时候是只有牌子跟举牌的人进场 嗯 运动员是没有进场 因为他们被受保护啊 就是担心会有人闹场 对对就是当时就是阻碍了 也是一样就是这些团体阻碍了交通 嗯 然后国外运动员就进不了场 然后后来就是唱名到中华台北的时候 嗯 因为台湾的选手要进场了 所以他们就不挡了 才让所有的外国运动选手 一起冲进来 对对 跟着台湾选手一起进场 这件事有时候闹很大 对闹很大 然后 不过也也蛮可爱的 他们不是有在那个网络上面不是有人问柯文哲 说 说谁是王八蛋 然后柯文哲就在下面写 你和那些反年改弹地 我记得没错应该是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也是给他带了一些高光时刻 嗯 对 但是其实日本是很少在抗议游行的 嗯 对因为第一个是日本对于政治其实蛮冷漠的 嗯 特别年轻人 但是这次日本却非常特别 其实从日本2013年深奥成功就开始有抗议了 嗯 因为当时才刚311大地震完 哦 对 然后整个日本东北都还在重建 嗯 对所以当时有一个抗议标语就很酷 就是奥运不是五个圈圈吗 嗯 他画五个叉叉 哈哈哈哈 有梗 这个人蛮有梗的 对啊 就是说这样的花费其实会害死穷人 嗯 不过当时有七成的民众 总是支持要申办奥运 嗯 因为毕竟这是个光荣的时刻嘛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2013年申办成功 然后一直到举办的时候都一直有游行抗议 嗯 等一下 我也问你日本人不累吗 哈哈哈哈 我一定都要抗议 没有到每天啦 嗯 比如说在2020年7月 嗯 就是原来原定的开幕式那一天 嗯 对对对 他们也就是发起了一个大抗议 嗯 当时算是一个蛮高峰的取消奥运的支持度 嗯 因为当时应该说疫情已经非常严重 去年7月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时候日本刚好是大爆发的时间吧 我没记错 嗯 嗯 没错 然后当时只有24%的东京民众支持奥运在明年夏天 如情举行 哦 然后所以这个取消奥运的支持度啊 其实根据那个法新社的民调最高一度到80% 哇 这是全国有八成的民众是不支持举办奥运的 嗯 这也是为什么游行抗议一直有 对 然后甚至在传递生活的时候都有群众要熄灭那个生活 而且真的有熄灭不是吗 哦真的有灭啊 对真的有灭 他们这次在路边的时候有人拿水枪来 但是其实好像这是个常态啦 哦哦哦 就是确实每每一年都会有都会有人去灭火 哈哈哈哈 对啊 但今年东京也有好像是到什么县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有讲 然后当那个生活被扑灭 然后现场人员就拿打火机点火 哈哈哈哈 对 早就预备好了 没有应该是生活的点点燃应该是他们在运送的时候 或者是在接力的时候应该有个生活灯 就是有点像是保存圣火的样子 嗯哼 但今年东京奥运好像中间有一度有人忘记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直接拿了打火机把圣火点起来 哈哈哈哈 然后也没有人发现 哈哈哈哈 他们就有讲这件事情 然后说天哪这也太瞎了吧 这些人到底在干嘛 对啊 所以这是说最坎坷的奥运也是 就是他是一个连国人都不太支持的奥运 对对对对对 就有点像2017年世达运啦 嗯哼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对然后后来要正式开始之前已经有选手开始抵达日本了 然后确实也真的有选手跟教练团在入境的时候被裁剪出确诊 嗯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这些选手是连入境都是走不同通道 嗯 然后也有人是进入选手村之后确诊 哈 对 选手村不是应该都是比较干净的地方吗 进去了之后才被裁剪出来确诊 嗯对 不过这次选手村其实也做了很多准备啊 像他们还有对 不仅有裁剪处 还有那个负压格林的病房 哦 选手村里面自己有病房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而且我听说选手是不是每三天都要快塞 对对对对 定期都要快塞 对两三天就要定期两三天快塞一次 对就要去报导 嗯 而且他们只能待在选手村基本上不太能乱跑 嗯对 就是把日本国民跟选手完全隔开 对我听说他们只能坐日本的接驳巴士到那个运动比赛的场地 对对对 然后不能进去日本国内旅 没错没错 对啊 像这次大家不是都一直在讲吗 我们的那个詹家姐妹吗 嗯 詹家姐妹在第一轮不是落败吗 对没错 他们不是说就是詹家姐妹要去代购的吗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大家要 哈哈哈哈 我平良心讲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代购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日本观光啊 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是我挺参加姐妹 是我们要就说实话 他们真的没办法 没错没错 应该是没有 对 除非他们又有什么特权 哈哈哈 我就不好说了 所以这次确实也是在举办开幕式的时候 外面的民众还在高喊取消奥运这些口号 所以因为疫情爆发 他也应该是第一个在紧急状态下面的奥运 哦对对对 日本那时候颁布的紧急状态 对对对 开幕式是7月23嘛 但是因为7月7号其实就有900多例 东京都哦 就900多例的确诊 所以他们就宣布了7月12号就进入东京都的第四次紧急状态 嗯 真的是应该要宣布啊 因为到最后闭幕8月8号的时候 东京都到了4037例 一天4037例吗 对对对 Delta病毒很毒啊 对真的很毒 大家保重身体 还好台湾炸没有他们那么炸 台湾200就要大家就哭天喊地了 对 而且现在大概我昨天看数据都还在4500左右 看来是短期间的要清零有点难了 而且是东京都哦 全日本大概快2万 对所以这个紧急状态在不断的延长 嗯嗯 而且7月12其实只有东京都 嗯 紧急状态 但是到现在是有13个县市 嗯 对 他们叫都府县 都进入紧急状态 嗯 正如前面说的那些抗议的 说的 不止花了很多钱 然后也让疫情爆发 嗯 所以是伤国伤民啊 对啊 呃也因为疫情 这次其实有些国家是没有派代表去的 哦对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台湾啊 对 台湾的棒球队是就刚刚有提到的 不是我台湾没有 中华奥委会才有 啊 中华台北有 台湾没有 好 对 我还知道一个俄罗斯也没有 对对对 俄罗斯国家没有 对俄罗斯国家没有 他们是派俄罗斯独立运动员 他们是奥委会 嗯 对啊 温馨提醒全民是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 因为他们不能用国家民意参赛 对对对 他们应该禁邀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他们是用 嗯嗯嗯 奥委会的民意参赛 对 然后其实这次 北韩就没有参加 对这次北韩没有参加 就是一个人都没去 嗯 然后 萨摩亚是举重的没去 哦 而且就刚刚有提到 日本民意其实 最高到八成反对 所以其实开幕式的时候 原本有很多要去的企业老板 像是 很大的赞助商 丰田 汽车 啊 Toyota 对就宣布不去了 而且他们本来在奥运期间要打广告 因为他赞助商之一 然后中间打广告 乘胜追击啊 这广告都撤掉了 哈哈哈哈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了 对 不过刚刚讲了那么多 后来对日本政府的好消息就是 其实开幕式在日本的收视率高达56.4% 嗯 就是超高收视 这是很扯的一个数字 对 很扯的数字 对啊 整个国家有电视的人 对 就是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来看这个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从高腾直瘦啊 就是男子柔到60公斤级的那个比赛 日本拿到手面金牌开始 支持奥运的声量就越来越大 哦 对对对 因为就是看到金牌了嘛 然后自己的 见钱眼开啊 这些人 哈哈哈哈哈哈 就突然那种民族的荣誉心又来了 嗯 对啊 日本拿金牌的同时也是台湾拿银牌 对啊 就是我的台湾族战士杨勇伟 对啊 对 想拿金牌 很高腾直瘦 哈哈哈哈 那个是日本的手面金牌 对 日本的手面 哇 也是台湾的手面 台湾手面奖牌 算是我们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没错啊 哈哈哈 辛苦杨勇伟 差一点 差一点 对 那就随着日本奖牌越拿越多 他们支持奥运跟支持政府的声量也越来越高 不过呢 就是随着奥运闭幕式的结束 最后还是大概有61%的民众给予东京奥运肯定 嗯 但是菅一伟内阁的支持度 后来就来到了新低 只剩下28% 为什么 为什么 不是办得很好吗 对 就是他没有把这个 估点栓在政府身上 是日本自己选手表现的好 这样说得通 说得通 对 不过28%还行啊 28%行吗 毕竟我的马前总统只有9.2 所以 我觉得你不能这样比较 对 对日本来说已经超低了 对 温馨提醒预计刚当选自民党党魁的岸田文雄将在10月4日接替菅义伟出任第100任日本首相 不过我觉得还是有达到一些安倍晋三当年想要的 就是他就是要拾回整个日本民族的信息 对 当年办奥运就是因为为了这个 对对对对 所以算是有达到安倍晋三想要的目的 嗯 好 那也恭喜日本 恭喜恭喜 这次真的表现得很好 真的让他们从那个311大地震还有后来疫情 疫情是继续延烧的 还有福岛和灾吧 对 就是在这一波不好的事情中走了出来 就是希望 而且这次不管是开幕式闭幕式还有圣火传递 圣火传递就从福岛那边上岸 哦 是哦 对对对对 就圣火是从那边开始传 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 好像就是你从哪边跌倒你从哪边站起来的 没错没错 代表了日本真的复兴起来 而且我最喜欢的是日本传递生活的最后一棒 你说大阪之美 对 因为我觉得大阪之美在日本人来讲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情节 因为他其实他爸是海地人 对 然后大阪之美大家都知道 他是美国公开赛的冠军嘛 他在当年其实打赢了那个对象是非常强的 温馨提醒那个非常强的对手是小薇 Serena Jamaica Williams 然后他获得了很多的支持 然后大阪之美就有点像是 日本人的偶像 日本人的象征 然后刚好在他爆红的那一个时候 他开始有一些心理的疾病 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他就有点像打不出成绩来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大家在这一次都会觉得 大阪之美已经不会再出现在 公开出现在一个比较大的场合 结果他愿意帮日本传递最后一棒的生活 其实我看到那个时候你心里也是会有一点感动 你会觉得就有点像是当年日本的感觉 就是我们曾经失败过但我们要站起来 对啊当时看到其实也是蛮惊艳的 因为日本其实一直都是蛮排外的一个民族 对对 大阪之美毕竟看起来不像日本人 他超不像日本人 对啊 这次不管是大阪之美还是那个 日本队进场的时候的举拍手 我记得也是那个日本在NBA的那个 巴春蕾 对对对 巴春蕾基本上也是一个混血儿 对啊对啊 他是NBA的球星 他真的也不是日本人 所以就是看起来不像日本人的人 渐渐的也被日本人接受了 有替日本蛮高兴的 对啊 因为日本排外其实不是太好 对 他们自己也有认同这件事情 对啊 好接下来 这次呢 坎科的奥运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马拉松场地突然换 对 这个我好像有听 就是原来表定2020年就要办 那2019年的10月 国际奥委会突然单方面的宣布 要把东京奥运的马拉松场地 改到北海道的渣谎 啊对对对 他们去北海道了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东京太热了 好像你是不是在开车 你是不是在开车 我苦无证据 看你是不是在开车 东京很热 东京很热 东京太热了 东京真的热 好 各位天下第一台的听众朋友 最坎坷的奥运 东京奥运的上半集 就先到此啦 如果你想知道 东京究竟有多热 还有这次 日本在申办奥运的时候 爆出来的 贿赂国际奥委会的怡云 还有这次 东京奥运的团队 怎么那么平凡的换人 甚至连开幕式 逼幕式 都充斥着各种丑闻啊 预知详情 请听下一集 分享 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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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